懒人有懒福 学会偷这几种懒的人 往往福报越深 老祖宗常说一句话 懒人有懒福 指的是一个人似乎也没有经过什么努力奋斗 甚至于整天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 却依然有吃有穿 福报享受不尽 不得不令人羡慕 人们只能用这句话去形容它 其实不然 世间之事无异不是因果 它之所以有此福报 还是自己在过去修来的 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 真正的懒人有懒福 应该是学会了 偷下面这三种懒的人 而且你越懒 往往福报就会越深 别不信 一起来看看 第一 懒于算计 人生无处 不充满着竞争 有人说 有人在的地方 就有江湖 想要脱颖而出 只能通过竞争将对方打倒 自己才有胜出的可能 表面上看似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本质已经变质了 最好的发展应该是和谐有爱 共同进步 而不是带着抱怨和仇恨去竞争 那些不精通于算计的人 往往会得到意外的福报 因为算计来算计去 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 而减少他人的所得 上天是公平的 你得到了这方面 就会失去另一方面 而当你抱着无所求的态度 不去算计 不去计较 一心利他的时候 你得到的才是真正宝贵而长久的利益 第二 懒于解释 话说多不如少 孔子也说 巧言吝啬 先以人 一个人很善于说辞 把话说得很圆滑 很巧妙 无形之中 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这样的人 很少具备真正的人德 还是出于私心作怪 说再多 做再多 都只是为了自己 当自己做了什么 也不需要一味地去迎合他人 尤其是与他人的三观 完全不一致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离开 或者不解释 因为道不同 不相为谋 解释 再多也无济于事 而且越解释 反而越乱 越解释 会让人感觉到 你越心虚 与其如此 选择沉默 总会有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的一天 用自己良好的结果 去证明一切 这才是 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 懒于抱怨 很多人之所以 感觉到痛苦 就是因为自己的观念 他人无法接受 自己与周围的人和环境 显得格格不入 于是充满了各种抱怨指责 怨气难平 真正有智慧的人 选择心平气和地 接受一切 懒得抱怨 因为他们始终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只要做好了 做到了自己该做的 真正的问心无愧 结果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这样的人 往往才是最有福的 复养自己最简单的方法 一日三餐 人生几十年 到底要活成什么样子 很多人认为 要活成自己 不要做别人 也有人认为 有了钱 管他怎么活 都是开心的 随着年纪的增长 越来越意识到 活好自己 关键是 复养自己 不要一辈子 都穷得叮当响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个人没有什么钱 也没有大房子 家人也没有什么 值得骄傲的 靠什么 复养自己呢 今天 我和大家谈到一个 最简单的 复养自己的方法 善待一日三餐 就可以了 不要把生活 搞得很复杂 也不要讲什么 大道理 啃很难的书本 一 食经 养智 当下 却依少食的人 应该很少遇到了 就是家里负债的人 也不会没有饭吃 只是吃的东西 不一样而已 对于一些 五六十岁的人来说 有没有饭吃的问题 就更不要考虑了 因为他们 会有存款和退休金 就算这个月 吃光用光 下个月 还会有生活费 我们缺少的是 精致的食物 总是匆匆忙忙过日子 随便吃几口 有的老人 吃饭很随意 然后 抢时间去跳广长舞 参加某些讲座 把时间都搞反了 如果我们喜欢研究美食 就会发现笔读枯燥的书 更有用 活学活用 马上就能看到效果 这是学习食谱带来的精神上的快乐 我的一个朋友 喜欢做肉夹馍 烤馍的技巧 工具 切磨的方法 他都学会了 并且 他能推陈初心 带来尝心的喜悦 他还把做磨的过程写下来 有好几本笔记了 美食的智慧 是无穷无尽的 就在每天的生活中 拿起厨具 就是智慧 何必舍尽求远呢 二 食连 养财 买菜是一门学问 有的人 花十元钱 就能搞定三餐了 并且其生活质量 不比开销五十元钱的人更差 我的邻居张妈 总结了一套降低生活费的方法 下午去买菜 很多摊位会补货 都很新鲜 价格也稍微低一点 尽量不买反季节蔬菜 保证了菜的品质 并且顺应季节的菜价格更低 去一些商店 进行比对 就能发现同样的东西 在某个店铺更便宜 去菜农的地里 能够遇到最新鲜 最实惠的蔬菜 并且菜农还会感激你 帮忙促销了 肉类不是买贵的 而是买一般的 然后靠手巧 一点都不浪费 同时还可以减少锅碗的数量 毕竟我们都是小家庭 压根不要那么多锅碗 减少冰箱里的东西 尤其是冬天 还能把冰箱关掉两个月 省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不是减少了一次宴请就成功了 看起来很抠门的一日三餐 一个月可能减少一千元以上的开销 生活费降低了 就减轻了赚钱的压力 工作就可以随意很多了 这是从源头上养财 三 实境 养身 吃饭遇到沙子 你第一反应会很糟糕 要是吞下去了 浑身都不舒服 有人说 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这是自我安慰 压根就行不通 不干净的食物 谁都不喜欢 要是在酒楼 你也不会去买单 我们每天都要锻炼身体 那为什么不勤快一点 把食物洗干净一些呢 我的父亲为了把猪毒洗干净 特意跑到西边 耗费了两个小时 他走得浑身冒汗 然后笑着说 放心吃 健康吃 除了清洗菜 还可以清洗厨房 客厅 餐桌餐具等 把清洗当成经常的事情 你会发现 自己回到家 少看手机了 也忙碌起来了 干净整齐的厨房厨具 会让人活得非常清新 能拒绝病从口入 还能活动筋骨 你可以去跑步 跳广场舞 健身房 但是你连一日三餐都搞不好 岂不是有本末倒置的嫌疑 要是你锻炼之后 回到家 看到破锅冷灶头 就很难受 这是伤害了心灵啊 当你逼着自己跑一万米 然后咕咚一声 喝了凉水 恐怕肚子受不了 三餐健康 不容忽视 四 食香 养家 甲平蛙在陕西小吃小食鹿里写道 汤 尘汤 一年两年 三代人四代人 年代欲酒味欲 唇色欲佳 很明显 任何一种美食 都可以在家里传承 甚至变成养家糊口的技能 我的一个远亲表弟 靠卖豆腐发家致富 到他这里 已经传承三代了 表弟年轻的时候 拿着本科文凭 外出就业 兜兜转转三年多 也没有什么起色 当他沮丧地回到家时 母亲端出了香喷喷的饭菜 然后安慰道 没啥 我家有豆腐作坊 哪能饿死呢 一顿团圆饭 一个小启发 让表弟毛色顿开 他主动去县里的职校 上了美食培训课 然后就大大方方加入了家庭的豆腐事业了 家里有食物飘香 这是家庭幸福的征兆 应该把人生 看作是一部艺术作品 你本人生存着 就是一个艺术家 富养自己 真的不是特意去做什么 人要是强迫自己去做某件事 改变习惯 会特别难受 和富养自己过着相反的生活 既然我们每天都要吃饭 那就应该把吃饭当成修炼自己的方法和机会 富养的人生 每天都在 不管我们赚多少钱 住多好的房子 其根本目标就是吃好喝好 身体棒棒 要是把吃饭的时间和精力都挪用了 那就是人生天行了 请好好吃饭吧 三餐四季 一举多得 人活一世 命比纸薄的人身上 大多有一个共性 一 引言 人生 就像是一个盒子 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靠每一个人去体会感受 很多人觉得命运是上天注定的东西 抗争也是徒劳 而有些人 觉得人定胜天 只要自己不放弃 就会有奇迹 其实 想要过得好 只需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认清自己 丁尼生说 自重 自觉 自治 此三者可以引致生命的崇高境遇 人生路上 命比纸薄的人 有一个特征 看不清自己 二 看不清自己 心高气傲 树敌无数 看不清自己的人 心高气傲 谁都不放在眼里 也许 也许 他风光时 身边围绕许多人 但树敌太多 只要陷入低谷 就会有强倒众人推的景象出现 就像甄嬛传中的华妃 有皇上恩宠 有军功赫赫的哥哥可以撑腰 原本 他可以活得很好 可是 他在后宫 一直是趾高气扬的 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 他嫉妒 沈梅庄得宠 故意陷害 让他失去了皇上的宠爱 还这人 推他下河 意图要他性命 对甄嬛更不必说 明里暗里针锋相对 恨不得 置他于死地 就连帮他的曹琴末 也屡次遭他算计 把对方贬得一文不值 曹琴末表面恭顺 实则内心对华妃恨之入骨 最终 在甄嬛和沈梅庄的努力下 让华妃失宠 曹琴末把华妃做过的那些坏事 全盘托出 让他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老舍说 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 而且 这个陷阱 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 太高调 看不清自己的人 充满优越感 习惯贬低别人 伤害别人 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样的人 很容易成为众矢之地 一不留神 下场就会很惨 三 看不清自己 亏待自己 失去健康 看不清自己的人 很容易亏待自己 忘记了健康的重要性 总是不停地折腾 消耗自己的身体 池田大作说 不论有多么出众的才能和力量 不论有多么高明的见识 一旦卧床不起 人生就将化为乌有 生命很脆弱 或许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坚强 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 熬几次夜没什么 吃点苦 受点醉 睡一觉休息一下就好 朋友的忙是一定要帮的 工作是重要的 照顾好家人是必须的 唯独亏待了自己的身体 凡事都爱逞强 是做好了 自己却倒下了 如若 看不清自己的承受极限在哪里 一味过度损耗身体 会承担惨痛的代价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健康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东西 为了任何事情丢掉健康 都是不值得的事情 四 看不清自己 高估自己 游戏人间 年轻时 觉得人生路很长 不用太为难自己 总觉得 过日子就应该潇洒一点 该吃吃 该玩玩 即使享乐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仿佛觉得 自己有天赋 有能力 以后再去努力 一切都来得及 可是 恍恍惚惚走到中年后 孩子念书需要钱 父母生命需要钱 房子要换大的 人情里往要操持 要花的钱很多 却怎么也赚不回那么多钱 惊觉年轻时 为什么不努努力 要是多学点东西 多攒点钱 这时候的日子 也不会那么难过 看不清自己的人 不懂得居安思危 太放纵自己 想努力的时候 已经不再年轻 没有了那么好的体力和精力 和年轻人拼 只剩下无奈 既没有积蓄 也没有过硬的能力 往后的路 越走越难 人生路上 看清自己 好好生活 不要心高气傲 谁都不看在眼里 身边要有真正的朋友 建立起团结一心的团队 不随便树敌 人生才能更安稳 给自己一点压力 逼自己攒一点钱 提升赚钱的能力 要知道线下的轻松惬意 到了老去一无所有的时候 是维持不下去的 早为自己做打算 成功的时候 稳住心神 可继续发展 失败了也不气馁 重新整合资源 争取逆袭的机会 做好自己 命运一定有被改变的那一刻 佛说 所有的失去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经典 现在让你痛苦的事 都是已经过去的事 你的痛苦 是因为你不肯从过去走出来 太过于直注曾经的尘骨子 烂芝麻 幸好老天爷长了眼睛 总会给你一个心理的平衡 你所有的失去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人生路上 你失去了什么 就会拥有什么 这是因果回圈 每个人都在追求圆满的结局 但实际上 没有任何事情是圆满的 圆满是一个相对词 而不是绝对的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遇到了错误的人 错的不是人 是时间 是命运 错过的人 不是遇见错了 而是刚刚才遇现 就注定是过去了 但是 错过的人 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重逢 也就是错过了这个人 会遇现那个人 而那个人恰好是可以陪伴你一杯子的人 虽然不及前者好 但一定比前者更加真实可靠 有人夺走了原本属于你的幸福 要么是夺走了你的部分财产 或者你身边的爱人 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但是你别急 留得青山再不怕墨柴烧 你只要渐渐康康活着 努力住 属于你的幸福 还是要回来 也许是在另一座城市 以另外的一个形式让你感觉幸福 你失去了金钱 就得到了快乐 看起来失去和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其实回头想一想 拥有金钱的人不一定幸福 而没有钱的人不一定不快乐 这样岂不是平衡 你失去了地位 就得到了平凡 做个普普通通的 人也蛮好 毕竟是脚踏实地的 如果你高高在上 但是高处不胜寒 地位越高 摔得越痛 人生就是不断得到 不断失去的过程 如果你一定抓住 过去的东西不放手 那摸手都要被磕伤 握不住的纱 撒了吧 一松手 你才可以拥有清风一阵阵 还可以抓住人生的机遇 你总是紧握拳头 其实拳头里面空间太小了 什么都装不下 当你失去了什么 后来得到了更好的 你会感叹 幸好我选择放弃了 真正的强者 都是绝处逢生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才知道什么是 置于死地而后生 一个人选择了放手 其实还有另一种解释 那就是放手一搏 当你赤手空拳的时候 其实正是什么 都可以抓住的时候 得到什么 失去什么 冥冥之中 只有定数 如果你因为失去了 而一蹶不振 那摸会失去更多 总要抱住积极乐观的心态活着 失去了不气馁 得到了不显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曾经做错了什么 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回到你身上 你曾经的善良 即便没有得到最好的回报 但也得到了心安的心态 未来的路上 请你 一定懂得 凡事都有因果 总要顺其自然 你所有的失去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人到中年 女人离不开的不是男人 而是这些 依 引言 人到中年 女人应该如玫瑰 热烈地绽放 一书在《我的前半生》里说道 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 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 不过是他自己 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 也是他自己 真正活得好的女人 从不学藤蔓 只知道依赖大树 不躲在温室 不经风雨 女人本柔弱 要有一颗坚强的心 努力蜕变 变得越来越强大 成为自己的城池盈磊 才会越活越好 人到中年 女人离不开的不是男人 而是这些 二 面对困难的勇气 活得好的女人 积极乐观 不怕任何挫折 打击 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一家人之名中 有两位母亲 一个是陈婷 人到中年 意外失去女儿 他逃避责任 不敢面对 把错都归咎在 未成年的儿子 林霄身上 抛弃林霄 离婚后再嫁 很不幸 一场车祸后 失去了丈夫 自己也受了重伤 之后 他又开始依赖 已经长大的林霄 让彼此都很痛苦 另一个是贺梅 个性倔强 不得已的情况下 把儿子贺子秋 留在李海潮身边 他因为过失 入狱四年 出来之后 一个人经营美容院 收养朋友的孩子 努力活出最好的姿态 最终 他得到儿子的原谅 也与李海潮 忠诚眷属 真正活得好的女人 不是依靠丈夫 而是能做到不求人 靠自己 即便被命运狠狠打击 也能勇敢独自面对 齐赫夫说 困难与折磨 对于人来说 是一把打向梯料的锤 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蟹 断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 人 只有自己拥有勇气 哪怕人生中有许多的不如意 也能更好地活下去 三 赚钱的思维能力 人到中年 想要拥有安稳的生活 努力赚钱 才是硬道理 变影《寄生虫》中说 钱 就像一个运斗 能烫平生活的所有褶皱 女人想要幸福 想要体面的生活 要靠自己去争取 不必管谁是真心还是假意 也不去思考 自己会讨谁喜欢 和谁在一起会让生活 更加有意义 多学些赚钱的技能 有更好的思维模式 能提升赚钱的效率 让自己的财富值提升 女人 当你有了钱 会有更多的机会 看更大的世界 拥有更多美好的体验 自己能赚到钱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会害怕 就算变得一无所有 也有重新再来的勇气 在生活中 不管做什么 都离不开钱 努力赚钱 才能拥有更好的资源 有赚钱的本事 就有面对一切的底气 四 高情商处理人脉关系 有许多女人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容易否定自己 不那么自信 内心敏感 被一个人否定之后 会难过很久 在生活中 不相信自己 很容易人云亦云 甚至 有可能成为 讨好型人格 与人相处 要么逃避 要么予取予求 掌握不好分寸 会让自己的人生 变得兵荒马乱 女人过得好不好 离不开她的情商 情商低的人 总是因为一句话 让关系变得复杂 不管是跟朋友 家人 或是同事相处 都不会快乐 情商高的女人 懂得认可自己 提升为人处事的能力 展示出一个自信潇洒的模样 与人相处 不讨好 不羡慕 不卑不亢 自有风骨 爱自己 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必让所有人都喜欢 与身边的人相处 和睦 舒服 女人外表柔软 内心要强韧 人生路上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要靠自己去争取 苦难来了 站直了面对 咬牙咽下去 不被打倒 就有战胜命运的机会 独立自强 不依附任何人 不要放弃工作 要认真去经营事业 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有人爱 好好珍惜 无人陪伴 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活出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 断连的人 突然回来找你 无非这击中原因 人与人之间的往来 是有来才有往的 单方面付出是不行的 而其实 人与人之间 大多数走住走住就散了 有些人莫名其妙 就跟你断连了 再也没有了联系 有一句话说得很现实 人与人之间的来往 都是看在利益之上 说明有些人 是因为利益而跟你靠近 有好处的时候 就跟你往来的密切一点 没有好处的时候 就跟你断连去找别人了 有些人 跟你断连很久之后 又突然回来找你 你好不容易放下了这段感情 好不容易开始了新的生活 决定要忘记那个人了 然而他又突然出现 把你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有些人 跟你断连之后 删除了你的联系方式 可是后来又主动加回你了 你很不明白 心也不甘 于是想要问清楚 却在纠缠之中 谁也没有好过 其实每一个突然回来找你的人 都是有原因的 无非就这几个 一 找你帮助 有些人好多年都不会跟你联系 然而突然有一天 他开始联系你了 开始来找你了 说明是他遇上事情了 想要找你帮忙 无事想不到你 有事的时候才会想到找你去办 这样的人也是很现实的 其实他们并没有把你当真正的朋友 平时也记不起你来 有什么好事也是不会跟你分享的 而自己遇到麻烦了 才想到找你来收拾烂摊子 对于这个的人 你是可以拒绝的 心太软 反而被人吃定你了 甚至拿捏了你的弱点 他们只不过是想占便宜 实在是找不到别人了 也或许根本就没有人想帮助他 所以才想起找你来的 二 找你借钱 断联很久的人 平时不联系 突然回来找你 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他想找你借钱 正如我们的蓝调中的 汉修和恩兴之间 已经有二十几年没有联系了 然而突然有一天 汉修回到故乡 甚至找到了恩兴 还想尽办法接近恩兴 就是因为他已经被付了一身债 而且还支付不起 女儿和妻子在外国生活的费用 所以他讨好恩兴 带他出去玩 就是想要开口向他借钱 天下其实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断联了那摩多年 都没有一点音讯的人 他们过注自己的生活时 是不会想到你的 也不会关心你的 更不会想要跟你联系 然而突然跟你联系 就是为了找你借钱 而且还不是把你当朋友直接问 而是拐弯抹角地去套路你 这样是最令人寒心的 而在男女感情之中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断联之后 已经开始新的恋情了 或者是因为喜欢上了别人之后 才跟你断联的 他很下心来离你而去 以为是自己找到了真爱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然而断联不久之后 又突然回来找你了 说想要跟你复合 而且还经常打扰你的生活 明明知道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好不容易放下了 却突然回来说要你原谅他 说他是后悔了 心里还是爱你的 希望你能够重新接受他 男人回来找你 不过都是因为他在外面受挫了 或者是被人骗了 然而才发现你的好 所以又回来找你了 请记住 别吃回头草了 该狠心就狠心 别太欺软原谅 为这样一个人 不值得 你值得更好的生活和遇见 更好的人 四 看中了某种利益 想要利用你的感情 有的人 跟你断联之后 知道你还没有忘记他 知道你还没有放下他 于是他想驻脚踏两只船 一边讨好你 利用你的感情 就是想要在你身上博取利益 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边又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这样的男人 是虚伪的 是自私的 是小人 千万要认清他们的面目 不要再被他骗了 他可以在你面前说好多好听的话 他可以花很多心思来取悦你 但是他越是为你做这么多 心里就越恨你 越想要早点达到目的 而报复你 断联的人 回头找你 其实没都好事 你要学会看清事情 看清人 不要再重蹈覆辙 远离垃圾人 过自己安静的生活 人到中年 一个朋友都没有的人 大多有以下问题 一 朋友 就像是手里的一杯热奶茶 瞬间就能唤醒 一颗被冰冻的心 培根说 得不到有益的人 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 没有友情的社会 则只是一片繁华的沙漠 人生路上 每一个人 都希望自己 能交到 可以推心致富的朋友 让人生中 多一些温暖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渐渐发现 人的年纪越大 朋友越少 人到中年 翻看自己的通讯录 常常觉得 没有人可以痛快地 再聊聊天 没有人能陪你一起 去看日落 一起去吃顿饭 走到中年 因为生活的压力 每个人都在忙着 自己的生计 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经营感情 除了这个原因 人到中年 一个朋友 都没有的人 大多有以下问题 二 不善于交际 不知如何维持 一段感情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需要花时间和精力 去经营 就像是培育一棵树 需要适合的土壤 以及充足的阳光 还需要人工进行修剪 人到中年 有的人没有朋友 是因为自身不善于交际 即便 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 他也不懂得如何去 维系一段感情 不善于交际的人 大多性格比较内向 不善于表达 与人相处时 他总是显得局促不安 也许 他内心火热 外表冷漠 但是 在与人交往时 他无法将自己 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 走到中年 没有一个朋友的人 为人老实 不善于交际 习惯享受孤独 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 和圈子 不善于交际的人 觉得与人打交道 要揣摩别人的心思 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要将话说得漂亮 他们觉得太累了 与其去讨好身边的人 不如安静地 过好自己的日子 宁愿独处 也不愿意费力 去维系一段感情 三 脾气暴躁 得罪了身边的人 一个人的脾气 决定了他身边的人 会怎样对他 如若 他脾气温纯 让人觉得如暮春风 那么 身边的人 便会很乐意 和他做朋友 如若 他的脾气 就像液化器 一点就着 会让人觉得 相处起来太难 忍不住远离他 曾国藩被世人称赞 都觉得 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尤其在人际交往方面 做得很出色 其实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那时 曾国藩刚做官 脾气大 时常不听劝 太过于狂妄 盛气凌人 不少人受不了 他的暴脾气 转头离去 因为他的坏脾气 官场上多了很多敌人 让他举步维艰 之后他才豁然醒悟 做人要懂得 控制自己的脾气 人到中年 一个朋友都没有 也许是因为 自身脾气太过暴躁 无意间得罪了身边的人 没有好脾气的人 就像是一只刺猬 防不胜防 就会扎伤身边的人 塞缪尔说 世界如一面镜子 皱眉视之 他也皱眉看你 笑着对他 他也笑着看你 与朋友之间相处 也是如此 如若 总成口舌之快 不顾及他人感受 爱得罪人 到最后一个朋友 都留不住 四 人品不好 使得周围的人 远离他人品 是立足于世的 一张名片 莎士比亚说 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 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一个人 没有良好的品格 无论他多有钱 有多好的事业 他都很难交到 真心待他的朋友 人与人之间交往 建立在良好的品格上 品格良好 能给予他人 安全感和信任感 让人愿意与之交心 而如若没有良好的人品 做事爱占小便宜 又或者爱算计 身边的人 则会对他失去信任 害怕被他利用 久而久之 便没有谁愿意和他往来 走到中年 没有一个朋友 很有可能是人品出现了问题 当自己没有一个朋友时 要学会反省 学会鞭策自己 提升自己 为自己塑造良好的品格 一个人拥有良好的人品和形象 便会有人主动靠近他 愿意和他交心做朋友 走到中年 请学会修炼自己 没有一个朋友的人 也许是因为自身不善于交际 也许是因为太过于自私自利 没有人愿意接近 又或者是因为 无法控制好情绪 总是不自觉地得罪人 很难交到朋友 如果想要经营好人际关系 就要懂得调整自我 塑造更加开朗的性格 培养一个正直的人品 与人相处 保持柔和 学会微笑着与人共事 学会好好做人 会收获更多的朋友 男人为什么不尊重你 这一点你想过没有 人们都说 幸福的婚姻千篇一律 不幸的婚姻各不相同 大多数情况下 两个人步入婚姻之后 往往女性对感情的维系 付出更多 男主外的传统思想 依旧深入人心 但是偏偏因为这种现象 造成女性在婚姻中 乃至整个社会 都处于不高的地位 也就是说 人们口中的男女平等的 理想状态并没有出现 女性仍未获得足够的尊重 这是大环境下的客观原因 而在婚姻关系中 男性不尊重女性的 主观原因很多 或是出于自我保护 或是所谓激情不在 或是因为三观扭曲 或是始于一方背叛 不过 有一种原因 确实要从女性自身找的 那就是 你太懂事 一 你太懂事 她便有恃无恐 不可否认 在一段感情中 女性总是感性且柔软的 但对伴侣的偏爱 甚至近乎逆爱的方式 并不会得到更多爱 反而增加了被忽视 甚至是轻视的风险 一句歌词说得好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无论何种关系 只要有一方料定了 另一方不可能离开 就不会对其费尽心思 反正无论如何 他都不可能失去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知道自己 终会获得满分 那么谁还会继续埋头苦学呢 懂事不是错 但因为懂事而一味退让 换来的只有伤心和失望 汪国珍说 太少的急于使人无动于衷 太深的眷恋 让人生交恃宠 因此 少点爱的付出 让天平两端的人 尽量平倒 你会得到足够的尊重 二 你太懂事 你没有了价值 人生来对直白的事物 极易厌倦 却对解谜 欲罢不能 就像尼采说的那样 人最终喜爱的是 自己的欲望 而不是想要的人货物 征服 是人类最爱的项目 尤其是男性 一旦身边的女人 极尽坦诚 爱了 想了 怒了 笑了 都简简单单的像一张白纸 男人会很快失去探索的兴趣 乖巧 懂事常常是对一个好女孩的定义 但其实 在爱情中 这个词的背后 是女性在喂养伴侣的情绪 也是迎合伴侣的生存策略 但事与愿违 男人在惯性中总是欲求不满 女人在惯性中逐渐筋疲力尽 周而复始 恶性循环 正如 严禧攻略中的复查皇后 被皇帝一再要求懂事再懂事 最终只落得纵身一跃的潦草收场 相反 未应落的结局 则是皆大欢喜 因此 多点爱的自私 让男人持续保有欲望 你自然会获得更多尊重 三 你太懂事 你失去了自我 思想录中写道 人们希望受人尊重 甚于希望被人喜爱 因为在尊重中 我们的内心 会获得更为巨大的满足 比喜爱更高级 这是对实现自我 最有利的肯定 生活中 太过懂事的女孩 常常是被欺负和忽略的 这些女孩有个贴切的标签 便利贴女孩 我们深知 她们的生活并不顺利 也没获取应得的尊重 在爱情中更是如此 因为懂事 不能有自己的小情绪 因为懂事 必须将体面留给伴侣 因为懂事 必须在乎他人 而约束自己 要知道 对方虽给了你爱 却不代表他是你的主宰 可以任凭喜恶 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 明示里是善良 也是选择 但不能让这善良和选择 成为他人伤害我们的力气 因此 多点爱的主见 让自己成为主宰 你会获得更多尊重 有人说 想得到爱和尊重 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并不存在别人天生 就该爱你 就该尊重你 任何人不会因为你的懂事 而无条件地宠着你 凭实力与智慧 赢得尊重 才是硬道理 坚强些 我亲爱的女孩们 对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多爱一些 让自己成为值得尊重的人 男人和女人相爱了 却各自有家庭 男人做到这三点 会很幸福 科学研究证明 我们在恋爱中产生的激素 存在一个周期 于是每段感情的后期 难以避免出现冷淡期 婚姻也有七年之痒 但一段婚姻走到最后 能否获得幸福 不止依赖生理上的激素控制 更重要的因素 是感情上的责任 和三冠里的道德 男人和如果和一个女人相爱 双方却各自拥有家庭 男人应该做到下面三点 才能避免伤害他人和自己 一 爱情是冲动 家庭是责任 徐志摩在国内接受父母的要求 和原配妻子结婚并生下孩子 出国遇到老实的女儿后 却和他纠缠不清 甚至埋怨自己的封建婚姻 或许他在国外 才发现自己的心 遇到了爱情 但是对于在国内辛苦照顾他的父母 养育子女的原配妻子来说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相爱 是一种冲动的情感 而家庭则是一份责任的承担 当男人和女人陷入相爱的漩涡中时 他们必须明白 爱情是短暂的 而家庭却是永恒的 只有将爱情与责任相结合 男人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二 不合适的感情 只能成为遗憾 它是歌曲《天文特征》中 忧伤的曲调讲述了一段注定变成遗憾的感情 哪怕错过的人百年难得 也只能将这份感情留在来生 有时候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是如此强烈 却因为各自的家庭而无法在一起 这种不合适的感情只能成为一种遗憾 一段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 男人要懂得放下 懂得珍惜现有的家庭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三 不合适的对象 约束自己的心 可是偏偏晚了三五年 于是我们的心在无人之境相交又分离 没人知道的地方故事就已经结尾 因为不合适的时间点出现 就成为了不合适的人 我们只能选择约束自己的心 有时候 男人会遇到一个并不合适的对象 这个对象或许会让他心动 但他必须明白 爱情需要理智的选择 约束自己的心 不去追求那个不合适的对象 这是男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必须做到的一点 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人 男人才能真正拥有幸福的家庭 在男人和女人相爱的故事中 爱情和家庭交织出一幅幸福的画卷 男人需要明白 爱情是冲动 家庭是责任 只有将二者结合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当男人遇到不合适的感情时 他必须学会放下 懂得珍惜已有的家庭 有时候 不合适的感情只能成为一段遗憾 不合适的对象只能成为无法实现的美好 爱情是激情的火焰 也是短暂的烟花 而家庭是沉稳的港湾 也是永恒的归宿 有一些感情从开始就是错误 为了后来的美好和幸福 无人之境 只能当作无事发生 爱过的人 你还好吗 多想再重逢 多想再抱一抱你 这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是相望于江湖 虽然无缘最终走到一起 却思念了一生 牵挂了一世 那个爱过的人 你还好吗 因为真爱过 所以放不下 始终把你放在最柔软的心灵深处 你在那里守护住我心灵的秘密花园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流泪的梦里 依然能够和你甜甜的唯一 依然能够和你轻轻的倾诉 我是真的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真的想你 没有人知道 我是真的为你哭 没有你的日子 我的岁月早已荒芜 在每一个漫长的夜里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我总是忍不住奢望 如果能够再重逢 我一定会紧紧地抱住你 再也不离分 爱过的人 你还好吗 多想再重逢 多想再抱一抱你 哪怕再看你一眼 我也会死而无憾 我也会感谢上天 我知道那是此生 再也无法实现的奢望 爱上你 得到你 失去你 离开你 却终于明白 你是我此生生命中的唯一 亲爱的 你还好吗 多想再看看你 多想再抱一抱你 多想那时光再回到过去 那些属于你的日子 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爱人 是我太任性 还是你太固执 伤了的心 再也回不到过去 爱情中 往往爱得越深 伤得越深 我总想多爱你一分 多爱你一分 我关心你的一言一行 我在乎你的身边有谁 我挑剔你的可爱的毛病 总想住 永远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原来爱情 就是彻头彻尾的自私 我想永远占有你 你已成为我生命中 一呼一息 我离不开你 我不不紧逼 你节节后退 我在追问你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你是不是不爱我 我听不到你的回答 我看不到你眼中的委屈 我觉得你不够爱我 你不够关心我 却忘记了你对我做的一切 是那么多那么多 把我后来的回忆 满满占据 是我不曾珍惜的爱情 爱情中 最大的错误 是把爱情想得太圆满 太完美无缺 容不下一丝尘埃 太自私的爱 往往就不会有宽容和退步 爱人 你爱得太倔强 面对我的苛刻 猜疑 脾气 你总是忍住 却闭口不言 而我总是想听那句 我爱你 而你不说 我的心中总是缺少一份 你对爱的承诺 感情中 杀死爱情的 往往是一时的冲动和任性 当你说出分手的那一刻 当你故作潇洒的和相爱的人 挥手说在线 当你口是心非地说 我已不再爱你 你可否明白 你曾曾经的爱情 再也回不到过去 爱人 当我任性地说出 你再也不要来找我 你根本不爱我 我已清晰地明白 我亲手杀死了自己 我看到你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你慢慢转过身 声音哽咽地说 多保重 我是真的爱你 看住你远去 我觉得自己的心受到了重重的一击 我移不动脚步 我在大声地哭泣 我知道我永远地失去了你 爱人 是我太任性 还是你太固执 明明是相爱的两个人 却弄丢了彼此 爱人 离开你 你可知道 我思念成疾 习惯了被照顾 习惯了被呵护 习惯了你无言的爱 也要习惯被爱情一望后的孤独 我的世界里没有你就像 被抽掉了空气的真空 死寂到没有任何的生机 原来这么多年 你早已成了我生命中的唯一 成了我感情的全部 我哭住全世界找你 却再也没有了你的消息 我知道 你恨我 你恨我 你恨我有眼无珠 你恨我不懂得珍惜 你离开我 就像人间蒸发 再也无踪迹 找不到你 我累了 咽了 也倦了 大病一场的我 因你思念成疾 在某一天的深夜 你终于给我回了简短的资讯 我想 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 忘了我吧 也许我真的不够爱你 只求你从此保重自己 原来爱有多深情 就有多不舍 经历了一场生命的变故和遗憾 爱情是真的回不去了 爱情往往在一起时 不懂得珍惜 当彼此渐行渐远 却怀念到哭泣 真爱过的人 忘不了 即使分离 遗留下的永远也只有美好 那些温存的时光 那些幸福的时刻 那些说过的话 那曾拉过的手 依靠过的双肩 还有那温暖的怀抱 怎么忘 忘不了 都少个午夜梦回 念叨住你的名字 却累十一斤 爱过的人 你还好吗 如果能重逢 我只想抱抱你 时光经年 爱人 我放过了你 去无法原谅我自己 如果不是我太任性 如果不是我太自私 如果不是我伤了你的心 我想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爱情 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 因为你为我 做得太多 为我牺牲得太多 那个任性的我 为时魔 就不知道珍惜呢 这么多年 我守住你的爱情 一个人孤独地过 我不知道是幸运 还是惩罚 我的世界你来过 是我的幸运 那些美好的时光里 有你 已经足够 失去你 是我一生的愧疚 和遗憾 你是我生命中的结 让我的世界 从此看不到春暖花开 爱过的人 你还好吗 如果能够遇见你 我会对你说一声 对不起 亲爱的 对不起 亲爱的 爱过的人 你还好吗 如果能重逢 我只想抱抱你 我只想抱抱你 你还好吗 我只想抱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